在过去的时候纳米这个词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高科技 但是如今在咱们身边纳米这个词已经是非常常见 纳米这个看似很小的长度单位 未来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接着往下看 触摸屏的手机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不过如果能够用像我身后这么大的一块触摸屏来玩一些触摸的小游戏 甚至是可以用它来模拟一个钢琴的演奏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体验 那么这么大一块普通的玻璃能够实现这样触摸的技术呢 靠的就是它背后贴的一张纳米触摸膜 这就是用人体再静电的原理 它是通过静电感应来进行的一个定位 然后它的膜是贴在整个玻璃的后面 所以不管你是多大的玻璃贴上膜就可以变成